骑摩托车的朋友如果在很多的这个大的路口啊 如果说你要左转的话 你要先到先骑到另外一个车道去 然后在代转区来代转对不对 但是台中大甲区有这个是五叉路口 被摩托车族投诉说代转区的格子太小了 一到上下班时间呢 这个只能让八台摩托车等待 那你只好到红线上面 如果吃罚单就算谁的 准备代转的机车找不到代转区 被迫停在红线上 车子从后方呼啸而过相当危险 但位于台中大甲区的这个路口 怎么会没有代转区呢 把镜头往前一带 原来已经刻满了 民众好生气 不止因为停红线可能被开单 就算停到了代转区卡到位 但灯号一转换 对象车后方来车全都催足油门 冲啊停哪里都危险 还蛮危险 有点小啊 你看车子来的还一直想一直想啊 机车族对于这个代转区有不少抱怨 因为就算挤一挤 这大约4公尺乘以4公尺的格子里 最多也只能停放吧台机车 为了疏解代转的民众 那我们把这个代转空间加大 可以容纳大约20部机车 管理单位坦诚设计上的确不辩明 毕竟车子来来往往 机车族想代转却找不到位置 这样S-size的区块设计 实在应该尽快改善 中天新闻李牧章杨淑仪台中采访报道